竟然賀宇航因為欠稅遭到了管收 好友立委余天在今天早上也找來 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官 要瞭解要怎麼樣幫忙他 目前初步的構想是余天是想 先找幾個好朋友來幫忙湊錢 至少先展現還款的誠意 好讓賀宇航可以先交保 賀宇航十七號遭管收 他的未婚妻Judy 召集的請立委余天幫幫忙 到底該怎麼把人交保出來 余天把行政執行處的執行官 請來問個明白 如果有還款計畫 然後再給一部分錢的話 那可能他就撤銷這個執行的法案 還可以 要不然你跟法院 也沒有辦法去談這個事情 賀宇航欠稅八百一十二萬 被管收 是台北行政執行處 查出賀宇航隱密財產 2001年到08年 他電視節目的收入超過了一千八百萬 而且還花一百萬 買中古的賓士車 卻故意登記在朋友名下 有錢還上千萬賭債 卻不肯繳稅 現在如果想分期付款 每一期至少也得拿出五十萬 金額不算太小 他應該也沒有啦 但是我們看幾個好朋友 看看 想辦法好不好 想要讓賀宇航交保 就得有擔保人 還款計畫或者不動產抵押 這些條件從哪來 立委好友余天幫忙傷腦筋 民視新聞 眾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